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周年的大日子 感恩过去这三千多个日子来 许多许多的师兄师姐 不管拿着笔 拿着相机 拿着录影机 帮慈记留下许多珍贵的记录 而今天的特别来宾 早在二十年前 就拿着笔 开始帮慈记写历史了 什么人呢 热情的掌声 欢迎来自台中市南区的慈记夫妻党 我们的卓云卓师兄 欢迎 还有大家的师姐 李正琳师姐 两位都是我们的人文 郑赞美志工 还有他们的宝贝孙女 卓启隆 欢迎启隆来 还有两位气候团 感恩大家 相相对地万亿富贵 卓拔 人称卓拔 因为他今年八十一岁了 是目前中部地区 最年长的文字志工 少年 卓拔是一位广播人 他从广播电台的基层 技术人员做起 曾经在花莲教育广播电台 担任台长 卓拔跟我讲 其实那时候在花莲的时候 是有姻缘认识慈悸 接触慈悸的 但是他晚去了 既然如此 为何退休之后 回到了中央上面的另一边 台中 跟慈悸结上了缘呢 又是谁让他 礼拜一退休 礼拜六 就到台中分会 报到当志工呢 我们来看 左拔 快乐二十年的慈记录 向上行三位训旅 汇训 今天就要整理那个什么 旧的档案 从2007年开始 每个礼拜有两天时间 慈记志工卓云和几位 慈记历史溯源小组的志工 都会来到慈记台中分会 将许多属于台中地区的 旧档案记录 他们希望把过往累积的 文字记录 转换成电子档案留存 这是一个耗时且艰巨的 浩大工程 我今天看到这本 那个大理第三组 这个 那个522这本 里面有两个事件 我们想说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2002年以前 都没有数位化 2002年有三十百本的档案 然后就是靠 志愿师兄带领这些团队 然后一本一本的 去把它揭露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 纸本的档案 再把它写成年表 然后那世界能够清楚 或者是说辅慰 用辅慰比较好 辅慰比光白更贴階一点 如果是对一个这样的事件的话 历史记录 可能将来用的机会也许不多 可是只要用到一两次 你这个价值 历史价值就有 这一本等一下你可能会继续写 好好好 这一本就继续写 像这一种文宣的文宣比跟早期的话 它比较清楚 所以这一种就由他亲自写 亲自会证 就是人文真上美之前 我就做十年志工 我今天都已经二十年了 所以他们比较难的是 不知道有些比较复杂的东西 就交给我来写 平常是他们自己都会写 各社区的时候 尤其文宣族比更对 他们都没参与过 不太了解 在目前中区文字志工团队中 就是今年82岁的卓云最年长 投入也最久最资深 但在加入慈济比更对前 他其实是一个资深的广播人 在广播界拥有超过35年的资历 1993年退休之后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就迫不及待 展开自己的第二人生 离拜一退休 离拜六就到 就到分会的 就是什么比更队 这是我慈济的第一篇文章 没有原格的 威尔康事件的 对 大火那个 215火灾的时候 那个是人家帮我打字打下来了 这是我第一篇登在慈济道理的文章 来到慈济 是不是 你这个刮号是不同的人 对对对对 如果不同的人问的话 就是用不要上下刮 就一个一个 一个问题一行 应该说 比较敢写吧 因为有卓爸当我们的靠山 他会帮我们认稿 跟刚开始不太 不懂得说文章要怎么样子去铺陈 别例 对啊 后来就是卓爸 每一次写完稿 他都会帮我们润稿 然后他也会就是上课的时候 跟我们讲一下说 哪里的问题 这样子 慢慢的就会比较进步 不是啊 现在还有李玲 李玲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当时的感动 你自己来这个简短 看到那个资深的跟对法亲那个关怀 尤其他们相见 我觉得他很客气就是说 当李玲章写的其实有很多的缺点 但是他在认稿的时候 他不会说让你很受挫 而不是说大笔一改 然后就好像完全不是你的东西了 对他是保有你自己的那个 然后会把它认得很顺 然后一些小缺点的修改 大家习惯称呼卓云为卓霸 一来他的年纪足以当大家的爸爸 二来是专业的资历 加上温文儒雅不藏私的个性 宛如一座不倒的靠山 让大家在轻松中学习 收获满满 如今他早已是逃离满天下 慈祭很可爱的地方就是愿意传承 我们经常说团工夫拨工夫 就是将自己学会的经验 跟晚辈来传承 对不对 所以左拔二十年前就投入了慈祭 开始拿笔写文稿 而师姐十年前也成为人文真善美之宫 两个人就在这条路爬格子 从爬格子到打电脑 越学越快乐 走吧 您之前在花莲教育广播电台 担任台长的时候 听说就有人要介绍您到花莲 近视近视 认识上人 对 那个时候 因为正是在建台的时候 对 心理压力蛮大 因为我是建台的台长 所以在那时候 就是说同事要带我说 比如说花莲有一个师傅 做蜡烛 而且什么 建医院 当地的同事就介绍我说 我如果现在忙 他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就这样玩具了 失掉机会 插身而过 对插身而过 嗯 左拔在花莲跟慈忌 插身而过 失去了这个好姻缘 但是他教的师姐 李林师姐 把握姻缘 听说要感恩一对 面包店的夫妻啊 让你跟慈忌接上了线 是吧 对 对 因为我刚搬去那 搬去新家的时候 我们隔壁就是一个面包店 嗯 那我习惯是 搬完去买面包 第二天给孩子上学吃嘛 啊一次去嘛 就看他做上一本慈忌月刊 哦 我说哎那你这个慈忌月刊 是不是就是慈忌功德会 他说是啊 哎我说我也想要加入会员 哦 他说哦这样子啊 那我给你加电话 他就跟我这么讲 帮你打电话到台中分会 对 他跟我说啊我帮你打电话 我说好啊 对啊 啊就第二天我又去买面包 他说哎呦 是 他在那份有跟你练不 我说有呢有呢 他说啊这样有我就放心了 啊没有选到真的是 我就一直常说他是来度我的 因为那天晚上那面包的电线灼火就火在 他两夫妻就全部往生了 真的是无常 对无常 对啊 那像左拔刚才也讲到了 无常大火在台中威尔康餐厅也造成了 许多人往生 六十四条日 那是您第一次写的文章登在慈忌的康物上面 对 对不对 其实啊左拔今年八十一岁了 老实说啊也是有岁数 因为头发白了 戴起了老花眼镜 行动也变得比较蛮山了 不过他坚持还是要做 尤其为实际留下历史记录啊 当然一面中我看到 现在海中分会有一个历史溯源小组 就是整理过去许多还来不及建党 放在电脑里面 变成文字党的部分 您今天你的团队也来了一位啊 我们的栗林思杰啊 栗林思杰 这个 当然做你的女儿 绝对做得过去 因为栗林思杰 对 对 您年轻 她年长 年轻的人听说很佩服年长 那种坚持的毅力精神啊 对啊 因为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为了要剪片子 或者要交资料 会熬夜 那熬夜隔天呢 就有点偷懒了 所以呢 一大早呢 就打电话跟卓爸请假 那卓爸呢 他也不会说 啊 哲被你说 这时候已经是既定的行程啊 所以他会 他会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补一下棉吧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 对 他不会说 你不敢 赶快来 没有没有 不会 他很体谅我们 所以这几年来是风雨无阻啊 对 这个事情相当细微相当繁琐 相当枯燥乏味 我觉得 是一种福报 您为什么坚持要做 您有什么样的使命感吗 那个因为 当词记志工 尤其文字志工 就是为词记留下历史 我在看 整理旧档案的时候 有很多感想 就是以前那些志工在 初期怎么样募款 怎么样去访评 那些看到 以前的那些人留下的 就是早期那些 这个我们的前辈做些东西 做的事迹留下 有时候你自己都会感动 感动的流泪 是吧 所以这些历史一定要留下来 词记曹创期 究竟是怎么样曹创 这些人是怎么样的 为词记付出 是吧 今天词记能有这样的规模是吧 但当初那些人的时候 我们实在非常感恩 就像您今天带来一本 非常有历史价值的 持续月刊 那个封面 就是左把访问 云南师姐 对 那个珍贵的画面 你看云南师姐现在 早已往生 已经趁愿再来的人 对 如果当时不帮他留下 口述的历史 可能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对 那时候 我写那篇文章 后来跟云南师姐 因为他也是南区 跟我们同区的时候 他自身志工 就跟他们家人 都接了很好的缘 所以他往生之后 我们夫妻俩还 替他留下蛮多的记录 是啊 所以你看 凡走过必留下足迹啊 凡付出必得到欢喜 他越做越欢喜 当然也希望他家师姐 也可以一起来做人文真善美志工啊 但是一开始 师姐退休的时候 过的日子可以说是 嗯 非常的祥乐 那进来之际之后 两个人夫妻的感情 也越来越融洽啊 等一下孙女 就要透过二胡的表演 来演奏 过去他们夫妻俩的心情 矛盾纠结的地方 到底要演奏什么歌曲呢 影片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啊 明主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二十今年读大学了 毕业了 毕业了 对 研究所了 上班了 大学上班 他现在还可以上班 个性活泼 喜欢和人互动的李正林 一走入会员家 就轻松的谈天说地 让大家自然的和他成为朋友 虽然早在1989年 就是慈祭会员 但因为工作 加上退休后 每天过着喝下午茶的悠闲生活 撞一蹉跎 直到2002年 他才开始转变心性 投入劝目 我退休的时候52吧 我们有一群台气的司长 对不对 我们会约去喝下午茶 人家记得好说是谁 好 我们可以从11点 人家一看门 就进去吃沙拉吧 然后一直吃到 人家晚餐要开始了 你就说小姐 你们可以了吧 好了 那我来收光德鸡 好 好 没问题 好 好 谢谢 感恩 我很早就认识他 很早 因为我原来就住这一条路 对 所以我很早 那时候佐拔在彼庚的时候 照片都是拿到这边洗 我先生坚持要给佐拔跟同妈说 她说 因为要给他们有点事情做 最终在先生 卓云的鼓励劝说下 以及抱着帮资深师姐 分担收工得款的辛劳心情下 李正林开始投入雀募 就这样的自然而然走入慈济 走入文字志工团队中 我们今天先采访花娟师姐 因为她非常的优秀 我昨天晚上问他们培训干事 特别推荐她 你是不是等一下她 晚上联影的时候 你再拍她一些活动 拍她活动的画面 OK 因为佐拔是文字志工嘛 对不对 所以我自然而然的 你看同样的活动 我跟他们同样从头参加到尾 他们回去OK了 那我的工作才刚开始 我要开始写稿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文字志工 你第一个你要有兴趣 你才能够做得下去嘛 对不对 所以我那时候 参加培训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是 投入文字志工 我们都是个人写个人的稿子 我们都是个人承担个人的 这句话 因为这个仪丽娟师姐 她早上就参加美岛灰嘛 我写的时候 我写她一边收钱 一边是 岛灰开后呢 还是用砖豆花好 还是用成豆花比较好 你觉得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 我得加之以我的那个时候 橙豆花是国语的 庄豆花是在台湾 大家都用的 都通俗的 对岛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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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觉得说 这句话用哪个字 比较恰当 我就会问她一下 因为她的国文教育不好 好一点而已 好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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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哪里呢 我遇到自有犹豫的时候 我都查字典 问不开口的老师 可是她几乎很少查字典 这个问题 因为我比较没有耐心 我都要问得比较快 面对先生卓云 李正林对于自己的文笔 依然非常有自信 常说自己写的小家碧玉 也是不输卓云的大家闺秀 投入文字制工至今十年 曾不请教先生有关于写作技巧的问题 反倒是自己孜孜不倦于文字中 文稿量累积至今早已超过五百篇 广圆区就七八十篇 再加上组队承担的 大概一年有没有一百篇有九十篇吧 她的优点 写小人屋的故事 就是有些工地朋友 她台语好 她跟她工地朋友 那小人物故事写的很生动 这个心态啊 表情啊 动感啊 这些他写的 的确是很棒 俗话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卓云和李正林来到此剧后更加提升 因为多了一层法清福会双修的意涵在里面 两人都因为承担文字制工 在年过半百的岁数下克服困难 学会电脑 人生来到此剧 每天都在做中觉 觉中学而成长 好 我们给起楼拍拍手 要恭喜起楼 今年要来就读 我们大一台的好邻居 北一大对不对 哇 你的二舞拉得好听 其实歌词中也蕴含着 阿公阿嬷 爷奶奶过去那段 有点风风雨雨的状况 对不对 那时候爷奶奶常常会拌嘴啊 就偶尔来一下 偶尔来一下 你一个旁观者会觉得 哇 怎么会这样子呢 不过这也 其实家庭中有点乐趣 对 才不会这么安静 来 李林志姐自己说说 以前个性上真的差异这么大 没有 可能就是 昨天师兄他 个性他比较 怎么讲他比较慢半拍 我个性比较急 所以很多事情就觉得说 哎呦 一件事情 五分钟就好了 为什么他可以拖到十分十五分 所以就难免 有很多小事 就会有一点摩擦 比较不懂得怎么样善解 怎么样包容 对 那时候也 也不懂什么知足善解感 都没有 就觉得说直来直往嘛 对啊 我个性就是这样 你个性就是这样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 最近人写稿也是啊 我刚才写稿的时候 我从来不给他看 我说你写你的我写我的 家里就有一位老师 对啊 大家都说 我就想 我就想 文文比也不比你差啊 哎呦 对啊 我高中的文章 作文都是假的 他是假上啊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 刚开始写稿 我从来不给他看 那就要感恩我们早期 我们中区文宣组的组长 美方师姐啦 美方师姐也很资深喔 委员号是2830号 真的要感恩 佐把邀请他 把佐妈也带进来啊 对 佐把用什么方式 设计这个巧妙的局啊 因为早期我们都是要写笔根嘛 那佐把在我们供秀的时候 就常常讲说 李林师姐能够进来多好 持继这么温 文宣组这么发喜 不要再喝下午茶啦 是是是 那后来我们有个佛洞的时候呢 他我们就派班嘛 派那个佐人打谢谢 后来他接那个李林师姐一起去 那后来有一次是我带营队回去的时候呢 那他们当然就一起去 李林师姐更让我感动 他要赶稿 他趴在那个 我们花里有个文宣室 旁边有个会议室 会议室台阶都有一个灯光 他居然是下午的稿 因为我们希望晚上就可以打 他就趴在那边写稿 隔天早上到有人告诉我说 他整个晚上趴在那边写稿 我感动的心里真的是说 哇 这李林师姐实在太棒了 这样子 借着那个微弱的灯光 是是 在那边写 对对 因为我们文宣祖很吵杂 写稿要安静 他自己躲到那边去写 隔天早上人家告诉我 就 这真的他是止心不善 尤其他后来采访很多文稿 人家还没哭 他采访的人先哭起来 他真的非常的执心 对对对 而且他们两位 对家里的三个小宝贝 常常跟我们分享 三个小孙女是他们的开心果 这个这个今天 柔来啊 其实也感恩啊 对对 这个 爺爺奶奶 其实都是你的心灵导师 尤其是爷爷对不对 对 就是在不管是音乐方面 还是学乐方面 他就是很常常给我指引 然后陪我练琴这样子 今天陪伴两位长者一起来见证 他们走过那段伴嘴 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啦 还是有啦 还是有啊 曾豪你来的对啦 这人就是这样子嘛 需要再努力再加油 其实卓妈也不简单你看 虽然晚了卓拔十年啊 但是哇 他们 毛起来 像吃奶的力量一样往前跑 这三本书只是其中数本 里面都有李林志姐写过的文章 跟许多其他人文 正在美志工集结的成书 而这本真的是您 为时代做见证 为慈记写历史啊 厚厚的一本我就没办法翻了 不过啊 这本是 我们台中职业园区 就是台中慈愿企业 动土的那一天开始 你就开始记录啦 前后经过了四个四年 对 蛻变很多 对 就从那时候 跟同事去喝小茶 去逛百货公司 嗯 然后到现在他们打电话给我 说 啊 拍摄我那时候有请 我 那时候 一天我还没啥 你说 哎呦 你来工作这么多啦 但是快不快乐 真的是很快乐 对 是啊 其实我们要帮慈记留下最正确的历史 也是需要这群用心的人 在幕后留下这么点点滴滴 那像佐把现在在进行的工作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 像昨天台中分会文史主的御英师也就告诉我说 佐把现在有这个愿 有这个力量想做历史溯源 把这么多的东西留下来 我们大家一定要陪佐把 做是福气 对 做就是你享福 OK 好 感恩佐把来分享这么多 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也要祝福这对夫妻党 继续为我们留下美善的历史 也欢迎喽喽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可以来搭一台做志工 我们永远欢迎你 好 也感恩两位亲友团来见证了 感恩所有的人 感恩 谢谢大家